我来介绍一下我那个英文教学网站 因为我是先有YouTube 然后后来几个月前做了一个网站 所以我是觉得从网站看 比较看得清楚 因为YouTube比较杂 然后有些顺序没有排好 这边都全部整理过 那只有一个是跟英文无关的 从2开始全部都是英文 这里面已经海量了 东西多的不得了 都是我长期研究英文 然后分享出来 对个人几十年的一个心血结晶 我这边先介绍有几个 就是我觉得一般人 对一般人的学习英文可能帮助比较大 然后就是是我独特整理出来的 一般市面上你不管 买书或者去看那个视频会比较少的 所以我这边先介绍这个 其中看第十八个 因为目前有三七个 我先介绍这个英文杂谈 因为你这可能看不太出来了 因为光是去找很麻烦 这样点进去以后 因为没有放Youtube的那个画面 所以就速度会正常了 比较快点 前面看有一点杂乱 这个前面先不管它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这边要讲的就是 像这个 这是我精华最近整理出来的 像人体 身体器官的 一些英文单字跟力学很多 我每一集是讲十个单字 你看 像清震度要怎么讲 肾上腺素怎么讲 肛门怎么讲 盲腸 脚掌心 像第二集 脊椎骨要怎么讲 肚脐 水泡 膀胱 第三集讲 脑胞 血管 乳房 你看这个很多 这边已经讲了有 有 有 有这个二十七级 等于是两百七十个单字 最后还有一个总复习 反正这一点视频就点进去 就连接到YouTube 然后文字教材 比如说文字教材 这样子一点下去 然后就 这是我的文字教材 但是你说怎么没有中文 因为我录的时候 中文的讲解 还有这个说图 那个每个YouTube上的说 说图 也都有 所以这边就 像这边都有写 所以像这个人体器官 觉得很棒 因为一般人记英文 都是单字都是没有系统的 都是这边记一点 那边记一点 输到用时方很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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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讲到身体的时候 哦 这个器官不会 那个地方不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 因为一般的 你到网路上去看 到买书去看 都会提到 但是都没有像我这么完整的 所以这第一个 我觉得对大家的英文可能单字方面系统性的去积分 没有帮助人体器官 那这边这是英文杂谈了 我把归类再杂谈 所以就尽量先不要从YouTube去看啊 从这边网站上看比较清楚 有排序啊 有重新整理过啊 当然 有时候你要看比较新的啊 这边都一段时间在整理 比较新的还是看YouTube 那这第一区啊 像第二区啊 点进去啊 你看 各种职业的英文啊 比如说 会计师怎么讲啊 这个拯救师啊 这个比较特殊啊 广告商啊 第二区经纪人啊 情报员特工啊怎么讲 炼金书师怎么讲 过敏症专家啊 第三区新闻主播怎么讲啊 金书师怎么讲啊 手工艺人啊 占星师啊 刺客啊 查账员啊 这个 这都一大堆啊 吸睛学家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更多了 这个已经搞到 搞到 50多几区 因为这边拉不下来啊 56几啊 等于是560个单子 这是各种职业 就放第二区 那第三区呢 那第三区呢 第三区呢就是各种 器具我们日常生活用得到的 家庭啊 办公室啊 用得到的物品啊 目前整理这三大系列啊 你看 像这个 蒜盘怎么讲啊 这一般都不会 牙克力怎么讲 喷雾罐怎么讲啊 这个 这个 铁粘啊 这个铁匠用的啦 天线怎么讲啊 高度计啦 盔甲啦 披霜怎么讲啊 这些 这个 天瓶怎么讲啊 心理怎么讲啊 这个 那这些 烤肉架怎么讲 这些很多啊 所以 建议这三个先看 这对你帮助比较大 所以我第一个要介绍是这个 有三个东西啊 那当然 按这个就是回到首页 那我第二个要介绍的啊 就觉得大家 可以 对大家有帮助就是 第二个啊 英文学习小小密集 这个 从这边看啊 因为这边已经 弄了700集了 那这个都是一集 等于是讲个重点 这个录的时间 比较短的几分钟啊 可能三五分钟这样 比较短一点啊 可是这边 这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小知识 啊 这个 呃 名词有哪五大类啊 常见的名词智慧哪些啊 英文 它是喝汤不是吃汤啊 这个 这个 HOME跟汉尔说什么不一样 这都是很多小知识啊 都是我们一般 那个对英文啊 可能有些地方 小地方 不了解啊 我这后面不能讲 but 这一集啊 看个几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啊 on and about 有什么不同 这个很多啊 这边 呃 我这一区啊 放了100个啊 哇 怎么用啊 这些都对你的 对你对整个英文的了解啊 帮助 帮助很大 像这个是 哦 哦 这边是 一边是 五十集吧 哦 一边一百集啊 哦 哦 这是教材 你要看文字稿就看这个啊 看文字稿就看这个啊 文字稿都是我原来的 这个稿子啊 这边都可以看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那 目前录了一百多集啊 像这个 如果一到 一百 到两百就看这边 啊 英文IE怎么来的啦 啊 啊 与这个鱼有关系 一些鲤鱼厌鱼啊 啊 这都是手套啦 跟手套的globs 每天怎么分啊 啊 气候跟天气 weather climbing有什么不同 这都是很多知识啊 很多小东西啊 就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啊 这这个我要第二个介绍 这个你 比如说几天看一集 几天看一集 或者你有兴趣 比较常看啊 对你的帮助 这很多小知识啊 第三个我要介绍就是 道地英文顺口说啊 这是我们常常用中文式的思考啊 不是用英文式的思考啊 所以这里面看 这是一到一百集啊 就是这边啊 这个字可能小一点啊 就是这些很多 我们中文讲啊 比如说争夺遗产 英文怎么讲 这很多例子啊 例子太多了 借酒交仇 英文怎么讲 这都是道地的 所谓道地 就是外国人怎么讲 跟人怎么讲 请门大雨要怎么讲 当然 我这边只是举些例子 你当然还有别种讲法啊 比如说假装不关心啊 填饱肚子 比较道地的英文怎么讲啊 开采金炮怎么讲 散发香气啊 罕见的奇才 你看这些都是 这边我这边是 先把中文写出来 再想一想 这英文怎么讲啊 夜深那怎么讲啊 给别人加个取个绰号啊 把油漆要刮掉啦 室内盆栽要怎么讲啊 这些 我们常常都先想中文嘛 再去讲 再去讲成英文 可是不知不觉当中 就用中文去思考 这些其实是先有英文 我再把它翻成中文 但是 这边写出来的时候 反而是先把中文写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 心想中文嘛 可是英文 再怎么讲啊 可是 对应过去啊 这每一集里面啊 它的英文都是到底的 没有一个是 中文是思考 全部是老外怎么讲 所以你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短啊 一集几分钟啊 所以一集可能 会讲十个啊 十个这种 定出时间表啦 保持 保持折磨啦 口气的傲慢啊 这些要怎么讲 回收利用空评 要怎么讲 这些都是词啊 不是男子 都是词啊 都词要怎么样 倒转录音带 这很多啊 所以你累积看下来啊 会对你这个 表达的英文啊 这个用正确的方式 你先想中文 再对应出 这个道地的啊 正统的 就外国人怎么讲的 这英文啊 对你帮助很大 然后这是一到一百集 那一百零一到 到两百集这边的话呢 这边做了一百多集啦 你看每一集 我都整理出来啊 断然否认 断然怎么讲啊 否认会 断然否认怎么讲 细胞分裂 都是词啊 尼娃娃要怎么讲 布娃娃要怎么讲啊 权力以赴要怎么用正统的英文去讲啊 耗尽精力要怎么讲啊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 都用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 第二个 第三个啊 所以我这边讲 第一个 我先特别推荐 先去看英文杂谈里面 第二个 英文学习小秘籍 第三个 四孔六 那我这边就是三七个 点进去 这里面都几千个视频 你看不完 所以看我的 呃 视频呢 你不要想看完 看不完的 而且我还在增加当中 你看不完 所以就挑你自己有兴趣的啊 呃 我这边念一下啊 这个 就第一个是跟英文无关 我们待会会点出来啊 知识保底啊 这个目前看得多一点啊 订阅稍微多一点 但是都不是很多啦 因为当然 不知道时间不够还是干嘛 还是我的视频比较 比较这个 没有俊男美女啊 所以 还不是很多啊 就是有一点基础而已啊 这个我刚介绍的啊 小秘籍 这你自己看好了 那我另外有几个比较特色的啊 就美式发音 这个美式发音里面有很多啊 就是我 你看 这样点进去啊 就是 我们一般 华人啊 中国人啊 台湾啊 发音基本上都不太好 所以我这边很地毯式的啊 从A一开始啊 就是 呃 比较有问题的字 我拿出来啊 呃 一般没问题 我就不放去啦 现在这些字 都怎么 怎么去讲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 把那个文字教材看一下 就知道啊 文字教材进去啊 这个每一个都有 都有这个 音标啊 当然可以可以音标 然后有 它的 英文的意思 还有它的例句 这个里面都带着大家念啊 当然这个 除了这样子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这个 这个英文发音里面 后来我也放了一些就是 呃 前面是我带着大家就是 每一个字句分析啊 正确念法 后来也放了一些 这个外国的带子啊 就外国人的口音 然后 这个很多人觉得 听力啊 听力很重要 所以 第四个我推荐就是 听力啊 那听力我把它分成三个啊 这个英文听力大补完 然后这个 36的 跟37 为什么要分三部分啊 其实 这个 内容不太一样 这个 这个 新闻听力啊 这里面 都是有 有字幕的啊 都是有英文字幕 但是没有中文字幕啊 我把中文字幕拿掉 因为有中文字幕 就会习惯去 依赖 中文字幕 所以都是 英文字幕 然后这个 英文听力大补完 这35啊 就是比较 比较偏向于 新闻英文 知识系的英文啊 对你对这方面比较兴趣 先看这个 都是训练听力的 所以 这听力有好处啊 你 那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啊 你就放出来 就听就好 不用看 但是呢 因为那个 萤幕上都有字幕 那或者你说我要看字幕 也可以啊 一边听一边看 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 比较是美国有名的故事啊 一方面训练听力 一方面就是 顺便 了解一些 美国的一些 短片故事啊 一所欲言啊 这一类东西 第三个 经典视频啊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国家地理频道啊 或者Discovery那种啊 就是 可能有旅游啊 有历史啊 有什么的啊 就是有画面啊 画面 因为前面这两个 比较没有什么画面啊 这三期的 经典视频学院 就是有画面 就是平常你可能看到 那电商也看得到 不过上面有中文啊 有中文 就会被中文去吸引住啊 所以上面 全部都只有英文的啊 英文的字母啊 这个 所以这几个啊 可以先看 当然后面呢 都是去介绍啊 这个 每一个单元 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这个到 到无所谓 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 当然也可以点进去啊 再介绍啊 所以重点 重点是这个啊 这几个 然后那个 再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另外有几个 我 就是前面讲的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先看啊 一般呢 会比较有兴趣啊 因为我所有的 英文教学啊 都是 呃 希望增加程度啊 一方面增加程度 一方面给我折腻出来的啊 都是系统性的啊 在学英文啊 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啊 学校有点压力啊 当然看个人啊 然后这个 我个人会觉得 接下来啊 就是有几个东西 蛮重要的 就对你的程度 会帮助很大的啊 就一字多译 这一字多译 你们学问非常大啊 一个字 可能很多意思 我们一般是记 一个字 一个意思 所以你看点进去啊 一字多译 这个奥妙多 那点进去后啊 Bank 有很多意思啊 Blind 有很多意思啊 Blind 也可以是百叶窗啊 Dade 也可以是水果 那个枣子啊 Bank 也可以当提防啊 Dade 也可以是挖嘛 也可以当喜欢 所以它有很多意思啊 所以我这边地毯式的啊 都说得起来 那现在也是录了一百多集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帮助会很大啊 一字多译啊 一般也搞得清楚啊 这一字多译在讲什么东西 它是 所以这个 也适合 适合那个英文程度 好一点的啊 或者对英文 学习啊 自我要求比较高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特殊文法篇啊 我觉得对它 帮助很大啊 所谓特殊文法篇 就是说 不是讲一般的文法 那个太枯燥了 就是抽出一些啊 就是很实用的 很实用的文法 就是大家老是搞不懂 可是又常常碰到 像这边就介绍 那个复杂的阶系词 阶系词非常非常实用 因为出现率很高嘛 葛老师搞不清楚啊 阶系词很多 然后它有很多意思 这有系统的啊 介绍阶系词啊 或者是 这是第一区 然后还有副词 但副词呢 是没有LI 的副词 那个也是常见的副词啊 比如说进去看看 常见的副词 没有LI 的 你看 副词都没有LI 的 有LI 的副词比较多 可是那问题不大 最麻烦就是 你搞不清楚 你不知道是 可能不知道是副词 然后它是经常出现 像这些人 不稳的 那当然也可能是介绍词 或其他词性的 所以一字多一 一字多词性 问题最大 所以我就把这些常见的副词啊 这些没有LI 的啊 副词的用法啊 每一个 其实这个量太大了 你看不完啊 就是挑你有兴趣的啊 所以我这边介绍 对你英文程度会非常 就是你英文程度真的要 要非常好的话啊 这一字多译 特殊文法啊 像这个东西啊 当然那个错误 英文就收集了很多啊 一般写错啊 英文写错 表达方式不好啊 不妥当的 也是很多啊 也是一百多几啊 你们举了很多例子 一起举五个例子 如果要考试的话 你就看那个阅读测验啊 里面都有那个 考古题啊 不是模拟题 考古题啊 公家单位啊 但是没有多译啊 没有那个 没有那些啊 因为那些是没有考古题 找不到 市面上找不到 只有模拟题啊 那这是公家 台湾公家习惯 考试的考古题啊 有很多题目啊 所以你要去考试啊 可以参考一下 看看你能够拿多少分啊 嗯 然后 另外 我觉得这个帮助很大 就是七本单字功力 增加功力 这看起来没什么学问 七本单字的人说 我英文不错 我干嘛学七本单字 不是啊 七本单字他学问最大 所以英文有一个概念啊 你看起来那个字越难的 它越简单 字母数很多 可是它就一个意思啊 会就会不会就不会 可是呢 有些字啊 看起来短短的又常用的 可是它意思很多 甚至词性好几个 所以我这边地毯式啊 就是把这些 就是 就是等于重新打个基础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们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从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你学到今天为止 就错了 包括里面也是多一些观念啊 基本 基本单字啊 你根本只认识一小部分的意思 以后真的看外国人写文章的时候 问题就很多啊 那这边 有收集了很多绘画的例句啊 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英文长句啊 也是对大家英文保证的啊 我收集了很多啊 这个这边也是一百多集啊 每一集讲一个长句 所谓长句是五十个字到一百个字长句 我一般一看长句完蛋了 看到后面往前面 而且文法上也分析不了啊 因为动 里面动词好多了 一个句子一个动词 怎么这个句子啊 搞七八个动词啊 还有很多学问在里面 有主句子句 还有连接次连接 中间有很多的学问 所以那个 有些网友说 哦 以前一看到长句就投降 看了若干片 我就觉得 原来长句有这么多学问啊 满满了解就比较不怕 有很多窍门啊 在里面啊 这几个就是觉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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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的啊 其他的啊 其他的啊 其他当然看个人有兴趣啊 你就去看 然后那个知识宝典 只有这个是跟英文无关 这个量啊 可能是 可能最大啊 这个数目最多 比如说知识宝典啊 这跟教英文没有关系 就是希望多尝试知识啊 这个目前看的稍微 比较多一点 相对多一点啊 你看现在已经搞了 好几区了啊 你看 呃 比如说那个 认识美国十一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啊 有十一个战斗群啊 这很多这个 推翻满前的元老 现在根本不知道了 都被抹杀了啊 举少年龄期限 二三十 二三十级啊 然后这个认识人 人体免疫系统啊 这都是深入浅出啊 都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啊 但是 大概一般人也需要的知识带也够啊 中国多少个民族啊 因为我兴趣很广泛啊 然后 网络上下查资料也很方便啊 所以可以 可以 可以这个天罗地网的搜集 然后把它深入浅出来介绍出来 家庭卡拉OK排名啊 然后这一集要花了很多时间了 就是认识白宫 白宫也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这很多很多啊 这有些就是 就是资料啊 都是资料把它做个整理啊 有些呢 是我 资料加上我个人的见解啊 那有些是完全我个人的见解 当然也会 根据客观事实 像金眼中眼 蒋介石啊 像冰珠啊 一般人分不清楚啊 所以这很多啊 所以这个一般人 有些 你就看题目嘛 所以我说从 网站上看很清楚 我这边都整理过了 你从那个YouTube上面啊 频道哇 那个一下子搞得比较比较乱一点 那像这种还好 它没有分极数了 有时候分极极极极 有时候感觉上有点乱了 这边都是分门别类的啊 像是这个是第一区啊 那你要看文字 文字稿 都这边一按就文字稿 这边是 这是第一区嘛 然后那个像第二区也是这样子啊 一区可能差不多一百个 一百个左右啊 这个怎么速度 这比较慢一点 嗯 像第二区啊 就从一百零一开始啊 就是啊 牛排哪些部位啊 认识各种照文啊 这个有的时候经济 因为我对经济也懂一点 认识 央行或者这个银行的 存款准备率 重结限率啊 所以有些是看起来有点专业啊 阻尼器啊 这个101大楼里面 这个地震的时候 它不会那么厉害 我也考虚啊 刘备关公照 对吕布真神 这个很多啊 如果有兴趣啊 这个我就 这个 介绍啊 介绍出来啊 就是很多啊 内容很多人去看啊 有第三区 第四区 第五区 所以看我的网站啊 就是从这边啊 从标题去看啊 看你有哪些兴趣啊 当然不可能一月 从一月三十五看 看不完的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你就跳 从文字上面 你跳有兴趣的 反正视频嘛 都有写 一点视频 要看文字教材 就看文字教材啊 像这个是啊 再回到首页 所以现在做了 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啊 所以我现在把那个 YouTube啊 整理出来 重新分门别类啊 把分成三三七七七啊 那我刚才讲了 有一些我建议你啊 尤其最近我先录了一些 很特殊的 希望你看一下啊 对你帮助很大 然后有一些 可能你放到第二部分啊 或者你对英文程度 要求比较高的啊 所以我这边重复一次啊 就是说你可以先看的 我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 或者你可能比较兴趣 英文诈谈这个啊 英文学习想密集啊 到底英文顺口流啊 美式发音之类啊 当然这个知识宝典 跟英文无关 你随时有兴趣 就当做增长见闻吧 如果程度比较好的人啊 你说啊 现在网路上很多东西啊 都讲得太简单了 我都会啦 没有什么深的啊 那你要挑战自己的英文实力 看看自己英文到底好在哪里 够不够好啊 你看看一字多一 看看特殊文法建议 或看看这个 看看阅读测验挑战啊 还有英文长句不要怕啊 像这些 那你要训练听力吧 听力就看这三四五三六三七啊 所以这样子我希望这个很多人 就是说我 YouTube好像东西太多太乱 这没关系嘛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要设一个网站啊 网站分本别类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要看我的视频 就从网站进来找 比较快 当然 不可能我每天更新 不可能啊 有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次 所以比较新的 还是要从YouTube看啊 不然一般的啊 这已经够多了 你就从网站上去看啊 这样去看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通常 就是这个 就是多按订阅啊 当然订阅这边是不能按订阅啊 就在YouTube上面 这边是网站有分的 归纳出三七个单元 但是YouTube上是二十个啊 二十个频道 就看看你 你方便吧 看看 都按几个订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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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算是 算是个鼓励啊 当然 如果你这个经济还可以的话 也小了也 非常欢迎小了赞助 因为我现在全新做这个 也没有其他收入啊 吃不饱饿不死 所以你能够donate一点啊 对我也是有些帮助 换换电脑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一集就讲说 目前 第一个 我现在有这个网站 从网站看比较快啊 第二个 所有的英文教学 还有第一个 知识 宝典 这里已经海量 第三个 你就是 从这个网站下去啊 这三七个单元 点下去哦 就挑你有兴趣的啊 你也不要说从一二三四五看 你也看不完 而且你有觉得枯燥 你就从那个标题啊 你就看那个有兴趣的 但我youtube上面也是怕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我所有的搜图啊都是内容啊 从youtube上面 从搜图可以看得清楚啊 但是网站上会更清楚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重新重新了解啊 就是从我的网站啊 网址是这个 然后从这下去点 因为现在速度没有问题了啊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放那个youtube的画面箱 哇那个那个太满了 那个没办法 几乎没办法破解 非常麻烦啊 所以现在用这个文字的啊 速度就正常 就进去看 当然 因为这个我不是专家啊 这网站我只设立起来 但很多地方啊 这个 技术没到以后再慢慢破解 比如说这是电脑版没问题啦 平板还好 手机的话有些字啊 可能太大啊 这个以后 因为没有人帮我 都是一个人弄啊 所以有些网站的一些技术性东西 也没那么多时间了 技术还没到那边以后啊 慢慢突破 所以最后再重复一指 希望大家能够鼓励啊 看我的 从网站开也好 从youtube开也好 尽量的多多按订阅 当然 我很欢迎就是你随时有问题啊 在这这边啊 每一页网站上也可以留言 在youtube下面也可以留言啊 就有什么问题啊 那有一些人啊 就有留言啊 那个 甚至有些人就经常留言 有什么问题 他可能一开始不好意思 可是后来看我都会回啊 那他就他就 他就有勇气啊 又不会了就握摸 在目前为止 应该算还没有被问倒过吧 但有些东西我可能要查一点资料 不过大部分 90%以上 我就可以立即回复 因为英文研究很多年 所以你如果要留言 你不要怕说 哎呀跟我不认识啊 那我会不会不回啦 我会臭骂你一顿啊 不会啊 完全不会 因为我对追求学文有热心 有这个热忱 才会做这个 不然的话这个要赚钱太难了 我又不是有名的啊 这个我上面也没有什么 很漂亮的这个动画啦 这个影片啦 所以这个 靠这个赚钱 这个死路一跳 但是我有这个热忱啊 所以你放心 当你要踢管的话也可以啦 有些少数人也会踢管 说啊有时候废话太多 有时候也没关系嘛 反正我就听听就好 反正都是大家的意见嘛 那少数啊 那大部分就是 有什么问题问 结果都是一看到以后 那我就马上回一下啊 所以有些人一看 因为不错 他就经常心的问问题啊 那有些人只是偶尔问一问啊 但绝大部分可能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问 所以你不用怕 你就尽量问啊 所以我这一集就介绍 这个我的网站哪些东西 从网站看 会比从YouTube上看 更有效率啊 最后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订阅啊 这样子 你多订阅 欢迎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你留言啊 你尽量问 没关系 不用怕问到我 也不必怕我不回 也不必怕不好意思 都不用啊 这集讲真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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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了 你还能够多订阅 你也不过 你也能够多订阅